佛陀为吴比丘三转法轮 以自身为圣 使其破除一日 佛陀成道后 首先在路眼认为吴比丘说四地法 称为三转法轮 首先是世上转 此是苦 逼迫性 此是急 招感性 此是念 可证性 此是道 可修性 佛为上根礼职之人 修四地法 只要稍加提示 上根者极能饮料 本来只是生命的自然燃烧的现象 加上这种心理的错误的欲求 所以就变成叫做苦上加苦 所以心理的苦会不断的增长 然后也会不断的增长 身心的这种燃烧 这个叫做极地如死之 那你苦地如死之的 当然就知道怎么样 如果想要过一种没有心理的痛苦的这样的生活 就要把这种无名 火箭 持求欲熄灭 极地就要熄灭 叫做苦灭 灭地如死之 那所以在正见了 如死之见了 生命的真相 以及造成这个生死流转 也就是痛苦烦恼的因缘之后 自觉性的走在一条离苦的道路 就叫做八正道 叫做道地如死之 所以呢 四念处 其实四念处的修学就是 苦地如死之 极地如死之 灭地如死之 所以在四念处的修学成就之后呢 就会自觉性的走向一条所谓的灭苦之道 所以因此呢 四圣地跟四念处 其实简单的 四念处跟四圣地 其实它是一体两面 不同的一个说法 劝修转 此事苦如因之 此事疾如因断 此事灭如因正 此事道如因修 佛为中根之人说四地方 除了提示弥想以外 更加以鼓励 劝导 定其文法修行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一部分 是我所听的 所以这个打算的 让我走入了 现在再来说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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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的尔 尔 尔 尔的尔 尔的尔的尔 尔的尔的尔的尔尔